水晶治療 大部分人都認為水晶治療是用來收藏或裝飾 但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水晶治療是一種自然的療法 我是Bella 我是一個身心靈療癒師 水晶治療其實是一種非常科學的自然療法 它是一個古文明的療癒智慧 它沿用於古印度醫學阿玉佛陀的麥倫學說 再配合大自然水晶的頻率 幫助我們平衡身體上的失衡 在幾年前 我身體乳房其實曾經有一個腫瘤 那個腫瘤會導致我會有潰爛 又或者是一些腐爛的情況 所以當時是做了手術的 這個腫瘤的原因其實我也很清楚 當時大學畢業之後 拼命地去工作 不分日與夜 不停地去做 壓力也很大 所以就令到自己身體的刺激度增加 而做完這個手術之後 就發現身體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身體有增生性的疤痕 也就是蟹竹種 蟹竹種的疤痕其實會隨著連穴而變大 而沒有辦法用藥物或手術去切除或改善 所以唯有用一些身心靈的調劑 令自己好好地面對這個問題 這個時候我就不停地去研究不同的醫療方法 除了西醫做手術去切除我們表面病徵的方法之外 我們究竟可以做些什麼去改善 所以從而令我接觸了水晶治療 我覺得水晶治療一樣可以幫助我了解自己的工具 在水晶療癒的過程中 我需要整個人躺平 有一點是催眠的成份 所以整個身體是很放鬆 而且在量子力學裡面 水晶是它有天然的頻率 水晶的頻率會和我們身體的頻率 會造成一個調頻的工作 而不同的水晶其實都有它不同的頻率 可能是微微的變動 其實功效已經很不同 譬如我們大部分人都知道 我們身體分為七個輪位 我們是可以很清晰地了解自己 哪一個輪位出現了問題 而當是我的心輪出現了問題的時候 當然就是運用到水晶 例如粉晶 又或者是紫理輝這些精神 去放在心輪的位置 去做一個調頻 其實幾年前 我真的去接觸這些自然療法的時候 家人是不知道我是在讀什麼 又或者是在做什麼 在那段時間 其實我是真的沒有收入的 所以我是不敢跟他們說 但是很幸運的是疫情期間 COVID其實面對很多身體的問題 那我就可以用我學到的東西 去幫助他們 而他們又覺得 原來是這樣 他們都開始慢慢接受 我最希望是用水晶治療 可以幫助到身邊的人 不要被困難困住 而是用一個最合適的方法 去幫助他們改善 或者渡過這個難關 ifact 2 oo 我不敢是用水晶 加利